嘿 歡迎來到豐盛 今天我們繼續來為你捕捉新戀人的訊號 提高他們的訊息 提供他們的訊息 那今天這是兩組不同的塔羅牌 那等一下我會幫你先隨機翻出兩張牌 來告訴你一下這組牌今天可能會走的一個方向 然後你再做選擇 好嗎?那我們今天先從第一組牌開始 我來隨機幫你抽出兩張先看一下 看起來這組牌還不錯 它立刻就走向了一個戀人相遇的一個狀況 戀人相遇的一個狀況 我想應該算是蠻近距離的 這個戀人的位置和你的能量的結合的節奏 應該已經到了末點了 所謂到了末點就是 可能你們的這一個相遇之後展開的故事線應該即將開始了 好,來,那第二組牌 第二組牌的走向偏向神秘 更加神秘 就是他正在探索你 他正在探索你 在他心的方向裡面 他應該已經有一個想要去尋找一段愛情 尋找他想要的戀人的一個狀態 所以在第二組牌的方向應該會比較走向於 你會被他找到 你會在被動的方式裡面遇見他 然後會在一種 不期而遇的角度上的位置上 可能會被告白 可能會被介紹 去給誰認識一個比較被動的方式 讓你們兩個相遇 好,那這就是今天的兩組牌 你可以選擇 你覺得整個走向跟心意比較符合你的期待的 故事線 那我們就來看看接下來的發展是什麼 那選好了我們就開始吧 好,那我們先從第一號牌開始 那這是剛剛你看的三張牌 我們再重生一下 這一組愛情應該算是蠻接近的了 因為他的能量 能量有一個非常強大的生命力已經靠過來 那只能說 只能說 應該會在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就會有 我覺得應該就會有一個蠻 蠻直接的 能量上的衝擊 所謂能量上的衝擊就是 應該你會 很立刻就有一個非常強的感覺啦 會有非常強的感覺 那 他有一種對撞 對撞的感覺 還有一種 他不是溫溫的 他是衝刺的 這個能量算是衝刺型的 然後進入到你眼前 然後你們的相遇 那你會發現 你會看到一個 我覺得你會看到一個蠻整個心情 心境上都非常澎湃的 澎湃的一個人 而且他的主動性 他的積極性也蠻高的 第一組 的火能量因為太強了 那他的 該怎麼說 他有一點點 算是一發不可收拾的感覺 也有一種一見鍾情 一見清醒的一個瞬間 你們很快很快 就會立刻跳過 要先做朋友或什麼 很快就會一種很類似 交往 試著交往的情境 很快就會出來了 很快就會出來了 那 嗯 在我這邊 從這三張盤 我就大概可以感覺到 兩個人都有一種好像 一見如故 我反而覺得一見如故的概念 是比較深的 比較深的 有一種好像 為什麼 這麼晚 這麼久才遇到這個人 才遇到了這個人 的概念 在你們初期的時候 所以 因為火能量的走向 火能量的走向 你們很快會在初期 就會大聊特聊 聊很多 你們兩個人的事情 好像 兩個人睡了很久 終於醒來了 然後很想 好像之前的人生 都像在夢境裡面一樣 尋尋覓覓 找不到想要的 找不到那個人 那總算這個人出現的時候 你終於可以把心裡的 很多的話 告訴彼此 這個概念 你們兩個的概念 是這樣子的 雖然火能量很強 但我看到了 其中某種感動 其中會有某種感動 好 沒關係 我們繼續來看 其他部分的拍的 好 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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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這組牌果然跟我們 我們所講的差不多 它 以世界派來 世界派來講 現在你們所處的 那個整個區域跟環境 那個領域的概念來說 你們兩個相遇之後 確實是走進了一個屬於你們的世界了 就像我剛剛講的 確實是一個書型的感覺 你們終於 遇見了 說也是非常奇妙 但是終究就有一個終於遇見了的感覺 嗯 你們之間的陌生感 我覺得不強烈 話題 對話 非常投機 非常投機 好像你們本來就是 該屬於這一個世界 那所謂這一個世界 比較像是 該屬於你們兩個人的 這一個世界 它更像是這個走向 它更像是這個走向 當你們兩個遇見之後 投入在一起之後 你們會有一種 跟原本的現實世界 有一種隔閡的感覺 而你們兩個人 所處的那個世界 才像是更真實 更令你們所期待的那個世界 這組牌 整個流動 整個走向 都是很順的 它 我覺得它很接近 所以 你可能 很想期待的 很想期待的 那一個 那個愛情的領域 那個愛情的場景 還不錯 來我們繼續 一次把它翻下去 就好了 我們把整個連貫 講完 講完 特別奇妙的一件事情是 呃 雖然說 從 這張牌 三倍光這邊 我看到了 你們雖然 一開始遇見的時候 非常強的激動 因為那個是火能量的對撞 但你們 呃 卻一直有一個非常珍惜 這個事件的概念 在你們心裡浮現出來 它那種珍惜 就像我剛剛前面講的 因為一見如故 好像等很久才出血 好像為什麼這麼久才來 的一種遺憾中的補足 然後非常珍惜眼前這個人 甚至內心有很多 對未來的展望 對未來的期待 想要在未來做的事情 突然間 都希望攜手 帶著彼此 一起去做 所以你們會非常渴望的 把很多 原本不敢實踐的夢 不敢實踐的想法 在這一次遇到這個人之後 大膽的 甚至不應該說大膽 而是非常自由自在的 把這個想法跟對方說 你們彼此都會這樣 那很奇妙的一點是 聽到了對方說的 跟你說的 都有一種非常對稱的交換 好像可以很安心的跟這個人說 可以很安心的傾聽對方給你的 有些困難 有些是挑戰 有些難度 但不知怎麼了 就有一種非常高度的安全感 覺得 只要跟這個人在一起去做 好像都沒有什麼太多的問題 那 從這張保健8這裡 倒是你心底 其實應該算是你們兩個人心底 都還是有一點點的擔心 有擔心什麼 擔心著美好 出現得太順遂 眼前這個人 有一種高度的 絕對 就是很對的人 就在你眼前 那這個感覺 反而讓你在心底 回想著自己的人生 覺得 我的人生應該有這麼好運的一次嗎 你會這麼覺得 所以在感情的初期 你們兩個還沒有 雖然對談上非常契合 可是因為兩個人的相處 還沒有累積過高的次數頻率 故事線還沒有更加厚實前的前段 你們總是會思考到 總是會一直想說 這是有可能的嗎 還是就跟以前的戀情一樣 初始的時候是美好 後面的時候就開始沒落 你會開始這樣擔心 不過從星星牌這邊告訴我說 別擔心 當你遇到這個人之後 你能許願 你許下的願望幾乎都會成真 尤其對於愛情的渴望 對於愛情的想像 主要是這個人跟你 有一致的愛情價值觀 人生價值觀 你們願意一起走 而且有些東西都不需要去給承諾 而是內在的一種很強的默契出現 主要是因為這裡 權杖三 這裡就已經有找到你們兩個人的同步率了 加上世界牌 你們終於到達了兩個人 只有你們兩個人該待的那個世界 你們終於到達了那個世界 所以後面的路 任何的方向 任何的期待 你們都能夠一起走 你們都能夠一起走 你們也會想要一起走 只是保健巴的這個擔憂 你要自己在內心慢慢破解掉 你要自己再慢慢的破解掉 但是這個破解的方法蠻多的 當你們兩個人的相處 時間比較長 相處時間比較長 生活的點點滴滴 生活的一些小快樂 還有一些個人的好習慣 壞習慣的交換 或是互補 或是交錯使用 就打個比方 也許飲食 吃東西 可能兩個人都有挑食的點 那剛好 你喜歡吃的東西 他不喜歡吃 然後 你不喜歡吃的東西 剛好他喜歡吃 光是像類似這樣子的 小小的互補都讓你們兩個覺得 兩個人 互渴得非常緊 像卡榫一樣卡得非常吻合 完美的契合 那就是因為這些的前前後後來來往往的 互補支持的生活上的累積 所以這張牌的困難 就會越來越來越來越沉到 不會讓你太擔心了 畢竟這張牌原本在牌陣裡面 它就處在一種非常深度 隱晦黑暗 不可視的角落 所以也就是說 這一份擔憂本來不會被你勾出來 不會被你拿出來挑三件事的 本來就不會 而是這一份感情的順利 甜蜜 你覺得不可思議的幸福 來去對稱映射出 覺得自己的不夠格 自己沒有資格擁有 所帶來的這個小聲音 但這小聲音的力量不夠強 也不強 它只是一種很內心的 應該會在你非常低迷的時候 會影響你的一些小聲音 但我從這邊看到了很多好的訊息 我想你會慢慢 就會被這張牌所帶來的負能量 所忽略掉 所以不用太擔心 來我們再來看一下其他位置的 看看牌子 這組牌希望你理解一些 比較理智上的訊息有哪些 他這邊要你理解到一件事情 你們兩個人相處之後 會有一種淡淡的乏味感 淡淡的無聊感 但那就是可貴的相處的頻繁的感覺 你們可能很快 就會用掉了 之前那股很熱情 就像我剛講的這裡 很強烈的熱情 很強烈的對撞 那個濃烈的感情 你可能會覺得你們很快 就把它用掉了 但是 要知道這邊在提醒你 你們兩個只是進度很快 很快就進入了那種很淡很平凡的感覺 但這是非常多人 求之不得的一種感情的未來 穩定狀況 你們兩個在一起之後 很快就會進入這個 很有可能在熱戀情半年之後 就立刻進入了 然後你們會發覺 蠻多特別的生活的穩定性 當然這邊排面 並沒有特別擔心這件事 反而 從這裡可以看到 你們兩個甚至可以一起做某個事業 可以一起工作 就是可能在你的正值之外 兩個人私底下 還可以在一起 研究股票 研究投資 或是去研究一個新的被動收入 或是兩個人 會找到一個特別的興趣 然後 在閒暇之餘 或者只用週末 或者只用晚上 兩個人一起研究 另外的 賺錢的方法 或是 生活的新興趣 兩個人可能想要去 學一個全新的技能 只為了實踐自己 實現自己 讓自己有更大的提升 或是兩個人 或是一些新的目標 想要去參加什麼比賽 然後兩個人就覺得 我們要一起做 我們要一起奮鬥 這樣子 所以 而且還會成功喔 你們兩個在一起的時候 都有一種加倍的助力 很像 一個人變成兩個分身 好像一個人 卻在一天裡 會用有48個小時的概念 好 所以這一組啊 從一開始的時候 我看到你們兩個 能量的對撞的時候 我就有一點依稀地在思考 說 這是一個雙胞胎 的概念的一個 一對情侶嘛 但是因為前面不明顯 我沒有看到一些生活上的 或是性格上的 可是直到翻開這個牌子 尤其是金幣9 讓我看到了一種 獨立個體的成倍效果 加上這個 好像你們兩個都能夠 實踐一些未來的狀況 未來的理想 都能夠有非常有一些 Double的成果 從這裡我就可以 大概知道說 原來這一組是雙胞胎 就是是Twins的概念 那再加上這組牌 它這裡兩兩相成出現的 一種心想事成 願望實現的一種 達成率非常高的概念 加上結果跟收穫是Double以上的 那再次就可以確定 你們應該就是 所謂的Twins的概念 所以你們兩個相處起來 為何前面會有 一見如故 其實是看到了自己 其實是看到了自己 看到了自己 所期待的最好的自己 遇見了自己 所期待的美好的自己 把自己想要成為的人 投射到了對方 同時投射之後才 就找到那一份舒適感 跟那一份熟悉感 這就是你們兩個人的 愛情狀況 好 來 我們再來看 看一下齁 好 另外 其他的 我們來看一下心靈上的 訊息怎麼給 好 好 看一下齁 你們兩個需要 我們兩個相處之後 應該會蠻需要聊天 或甚至說你們本來就很想要聊天 主要不是要聊天 而是你們兩個喜歡一起討論很多事情 即便那些事情跟你的生活沒有直接影響 但是那是你們兩個相處的一些很大的很高的甜蜜 那也因此在這些對談中 你們兩個能享受到一種腦內的高潮 這種腦內的高潮 比較像是說一直不斷的在智慧上開竅 在你們兩個人對談之中 你們會非常沉迷去聊天 簡單講就是聊天 但是其實是你們很喜歡找話題聊 而且不是生活的 而是一件一件一件特別的事件點 一件一件特別的題目 你們很喜歡這樣聊天 因為你們確實能夠感覺到你們的智慧一直在往上升 但是這是在這兩個 但是這個就是因為你們兩個在了你們的世界 你們有了你們自己的語言 所以你們這個語言好像就在巴別塔一樣 終於在巴別塔上面找到跟你語言一樣的人的那一種珍惜感 好 所以你就會巴著兩個人會巴著彼此 不斷的去沉迷這份腦子上面的一種心靈上面的提升 再看一下這個位置 你們兩個還蠻適合一起去做一些善事的 義工 義工也可以 兩個人一起去做義工 一起去幫助別人 兩個人在一起之後好像會有這個念頭 會比較關心社會的一些東西 確實還是會有一些 我覺得會有一些很主動 你們會比較積極去做 那從這裡再到這裡 確實可以看到出你們對於未來的一個開創性的提高 好 終究還是因為你們遇到了彼此 除了兩個人能夠激發彼此一些更強的創造力之外 主要還是因為兩個人相遇之後的一個安定感 那一個安定感 讓你們覺得自己可以開始無所不能的做很多事情 就像記得回到我剛剛前面講的 你們兩個在一起之後 確實會很像一個人一天有48小時的這個概念 確實是兩個人 所以可以感覺到你們兩個有一種非常完美上的互補跟支持 能做的事情變多了 但這邊我還是有看到一些勞累感 它會在一些比較低潮的時候會沉下來 會被拉下來 但還好你們彼此能夠拉住彼此 能夠幫助彼此一些 好 這就是你們兩個人的狀況 好 我再看一下 OK 我來幫你翻一下你們兩個人的 如果還沒有遇到或是整個狀況 好 就是說我來幫你翻一下什麼樣的時節 什麼樣的時機你們兩個的能量會最接近 那最接近的時候可能是你們兩個相遇的時候 或是你們不在那個時節相遇 但是你們最近已經會相遇了 然後可是你們兩個相處的時候 會有一個最好的能量狀況 就是兩個人的感情會最好的時節 大概是什麼時候 我從剩下的牌裡面來翻 來抓一個大概的時間點 好 看一下 來 兩張 來 兩張 好 等一下 這個是 戰車 好 保健師 是 的話 差不多 其實這邊也在提示說 最近齁 最近這個人應該已經就在附近了 因為那個水能量有出來齁 最近這個水能量加上這個火能量 所以你們近期在這個秋天齁 進入這個秋天 它比較像是在說其實 剛進入秋天的時候 它就已經在附近已經在出現了 總之 但是 這裡已經說在附近了 這裡又在說已經在附近了 所以你可以觀察一下 那 對於你們兩個來說 都是一些比較冷天的時候 感情的狀況會變得 比較好 所以 也許你最近遇見了 可是這一段時間 或是未來的 只要進入 剛進入秋天的時候 你們的感情的能量啊 結合度都會偏高 都會偏高 所以感情會變得比較好的 都可能會在比較冷的秋天開始之後 然後再看一下 從這裡 開始的話 那它也有一個狀況就是 還有 夏天的 最 核心的狀況 可能就是熱的時節 最熱的那個狀況 來說 你們能 你們兩個人相處的能量 可能也到一個高點 所以這兩個相處 所以從火能量來遇見的話 它確實是比較屬於 戰車牌所提示的 戰車牌所提示的 所以我們把這個時間 再拉大一點 所以 無論如何你們 每年啦 可能或是你們兩個人的 能量最適合的應該就是 所謂的 夏天 最中間 能量最高漲的那個時間 然後一路延伸到 秋天的上半期 就是說如果秋天是三個月 可能就是前一個半月這樣子 那從這裡再連結的話 可能就是也是三個月的時間 所以一年你們會有三個月的時間 就是感情會非常好 然後狀態上 能量上的結合度都會非常好 那 如果還沒有遇見的話 可能也是這段時間會遇見 好 最容易覺得 就是因為從這裡 翻能量的結合度 溫和度 氣合度 最好的就是這個十階 其他的十階 我覺得它就一個暗淡 沉下來的狀況 沒有特別明顯 好 那就這樣 這是選擇一號牌的朋友 一號牌的朋友 那 希望給你一些不錯的方向 好 那你可以 期待一下 你可以期待一下 我覺得這組牌 各方面都還蠻不錯的 就是 無論如何 無論你有沒有遇到這個人 無論你在生活中 內在 心裡有一些小聲音 如果有一些小聲音 記得 要把它歸類在 比較不重要的位置 好 要把它歸類在 比較不重要的位置 那它就 慢慢的 會被其他重要的位置所掩埋 你就不會那麼困擾著 記得 心理上的地方要控制一下 它會影響你 所散發出來的能量 的魅力 好 那就這樣 那 謝謝你來聽喔 祝福你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 選擇第二號牌的朋友 那我們再來解釋一下 這裡牌的 它呢 為何在尋找你 主要是因為 保健衣的狀況 它有一種非常強烈的探索性 跟好奇心 好 它因為這種強烈的好奇心 跟探索性 慢慢的走到了你的附近 為何會走到你的附近 因為你所在的環境 你所在的位置 可能跟工作有關 或是你的朋友圈 有人引見他了進來後 以能量上 他被自己的好奇心 各方面驱使走了 接近到你這裡 而你這裡所產生的 某種神秘感 正在強烈的吸引他 探索著自己想要遇見的人 而且他心裡有一種非常強的期待 即將有個吻合的 非常匹配的人 契合他內在所期待的那個樣子 具體的樣子的人 將要出現 這是他內在裡面 所引導他所進來的 但是以你的角度來說 你是完全無知的 完全沒有訊息 因為今天二號牌的訊息 比較像是 你在這裡是一個 完全被動的方式 他有可能 從你背後過來拍拍你的間 跟你說 他喜歡你很久了 所以他想要認識你 所以當他在你面前 表白出他的心意的時候 其實你會有一種 很意外的感覺 我這邊發現了你有一種非常強烈意外的 感覺要出來 那當你回頭 當你看著他的時候 其實你會非常的 這邊看到了你的雀躍 這邊看到了火能量的提升 你會覺得好像在霧裡 有些幻影 有些剪影 你自己所期待的那個人 那個樣子 總算在霧散了之後具體的呈現 這是他出現在你眼前的那個方式 那個概念 就從這些牌來說 那非常 非常好的一點是 你們兩個 應該會在初期認識的時候 因為對彼此充滿了非常強烈的好奇心 非常 被某種很強的神秘的 內在的 一種孜孜孜孜 一種欲言又止的感覺 互相吸引著 好像對方 在第一次見到 遇見的時候 就已經充滿了很強的魅力 但又很喜歡 沒有那麼快 就把答案告訴你的感覺 讓你們兩個彼此探索 彼此好奇 這一份很新鮮的感覺 其實你們兩個在初期的時候 非常黏膩 那從這邊就可以看出 雖然是兩個陌生的能量 可是都看懂 看得懂 對方的能量的狀況 看得懂 眼前這個人 只是 有趣的是 他出現在你面前 即便是現在 他還沒有跟你認識 打招呼前 你是看不到他的 你是無法注意到他的 這個就是特別的地方 他一定 這一組一定是他要來開啟 認識你的那把鑰匙 打開這扇門 你無法從裡面打開那扇門 你就只能在那扇門後的房間 等待打開起這扇門 或是把這一個物撥開了 出現在你面前 很奇妙的就是 他需要 你 這裡很需要你的這個回頭 你的這個回頭 看清楚 我覺得 我覺得就像我剛剛比喻的 就是他拍拍你的間 想認識你 這一刻 這個瞬間 打動你 或是開竅了你所有 對愛情的期待 跟想像 好 我們再繼續往下看 看後面的 排面的 訊息的方向 來 好 好 好 從魔術師牌齁 再次陰影震 我剛前面說的齁 他 他 你們兩個 我覺得應該是你們兩個 都非常符合 彼此心裡所期待的那個人的樣子 都非常符合 那 你們會有一段先做朋友的狀況 可是很快就突破 很快就突破 很快就會進入一種 發現彼此 是蠻不一樣的人 可是也因為這麼不一樣 所以對於兩個人的存在感 好奇心 非常加重 很奇妙的是 你們遇見的時候 原本 你會排斥的那一種 性格 個性 習慣 不知為何 在這個人出現之後 你反而會把它轉換成一種 只是不一樣 我們只是不同 我們能適應 他只是在我的想法裡 比較特別而已 那他 你會有這一種美化 這種詮釋 就表示感覺非常對 感覺非常對 在第一次遇到的時候 它帶來給你的一種開窍感是 你接受了 或是你體會到了 你原本對很多事情的偏見 也只是 不一樣而已 也只是以你的世界的角度 去看待一個不一樣的人而已 那以前的你 會想要鞏固 保護你原本世界的定義跟 一些真理吧 但這個人 為何吸引你 因為他能突破 也許就像前面講的 那一個博物 也許就是你的防護罩 你的保護膜 只有他有能力 輕易的就突破 而他突破之後 你也沒有太多的抗拒 你反而覺得 能突破這個關卡的人 我就願意去 好好地理解他 好好地去好奇他 這就是你們兩個的關係 這也就是你們兩個的浪漫的 浪漫的一個非常 重要的片刻 所以我才說 當他拍拍你的肩 想要認識你回頭的那一瞬間 那一瞬間是非常甜美 跟非常浪漫的 那我們從 金碧巴這邊看到了一件事情 你們兩個人 都有一種 喔原來 這個人 才是我會喜歡的人 這怎麼說呢 就有點像是說 以前你認為 你應該要期待什麼樣子的人出現 你要想要等待什麼樣子的人出現 你都設定好了條件 只有這樣子的人你才要接受 之前你會這樣想喔 可以當這個人出現的時候 你們彼此看到 應該說你看到他的第一眼的時候 這些原本的堅持更像 好像就突然就剝落了 就突然就剝落了 你也忘記了 反而更加地確定 喔這個人 應該就是我所期待的 然後你會忘記那些 你原本設定好的條件 很奇妙的是這個人 第一眼出現給你的感覺 就突破了這些講解 所以我才說 你原本不喜歡的習慣 個性什麼 在這裡突然被你定義成不一樣 因為你想要大方地 快速地接受眼前的這個人 好 那 我覺得蠻好的 表示這個人在能量上 開竅了或是打開了你某種視野 新的視野 新的視野 對於你 不一定是在愛情啦 可能在你生活裡 你在看待其他人的時候 你也會因為這個人 這麼不一樣的出現 然後展開了 打開了你對於觀察世界 人事物的多方面的角度 好 會產生一種新的習慣 也會讓你更加的柔軟下來 好 那對方 嗯 呃 這邊還沒有看到對方的性格 各方面 只是這邊出現的牌 有非常強的穩定性 來 我們來講一下這裡 好 皇后牌這裡 在告訴我 希望傳達給你的是 你們相處得越久 好 能獲得的一種幸福感 跟兩個人愛情上面的收穫 會一直一直慢慢的增加 一直一直加倍 它會遠比你們一開始 遇到的時候會更多 而且會比你想像中的多 那 只是它的方向是 你們必須要應用著 這一個好奇心 更加的探索 彼此內心更神的秘密 每一個秘密 都是一個非常好的愛情裡的保障 也就是說你們兩個人 不是那麼快速的 就會把自己交給對方 而是要層層層層的 把內心的很多黑暗面 慢慢的突破掉 所以你們兩個要進入到一種 非常穩定的愛情階段 其實節奏比較慢 節奏比較慢 這邊看起來節奏比較慢 但我覺得其實很快樂 但你的感受上是比較慢的 應該說它不是一個 類似一見鍾情的那種奔放感的 愛情 它比較像是很多的小事情 很多的內在的一些小秘密的 突然覺得可以分享了 可以講了 產生的一種兩個人 彼此的一種信任感跟安全感 所以每一次每一次兩個人 這樣子的相處之後 就會拿到蠻多的保障 所謂的保障就是 信任感 愛情依賴感 感情也越來越濃厚 只是這裡 你們兩個都會比較 不是用說的去表現 對彼此的重視度 比較像是去做一些 實質上做一些事情 實質上去做一些事情 買東西啊 帶去吃飯啊 一起帶去那裡旅遊 用一種行 你們兩個會比較像是 行動上的表達彼此的 對彼此的喜歡 跟彼此的愛意 那 再往後 再往後慢慢走下去之後 我想會在某一個時間點 你們兩個會非常確定 想要跟這個人在一起 但是他會有一個外力 有一個其他人 去點破 你們兩個人其實是非常適合的 所以這個就是有點有趣的地方 就是 本來就是你們兩個在相處 為何 確定了兩人關係需要其他人 因為你們兩個都還有一種 呃 難以開口 或是 不知道要怎麼去確定這個感情的一種氛圍 這組來說 兩人偏理智 偏理性一點 感性沒那麼多 你們不太像是會在喝酒之後 突然應用著一種感性的方式 就脫口而出 想要在一起告白 你們不是這樣子的人 你們會比較像是 我要想清楚 我做了這件事 我說了這句話 後面會帶來什麼後果 你們是這樣 那兩個人又因為太 這個點很雷同 這就屬於價值觀的部分 做人處事方面 所以你們兩個總有一種 好像一直在交往 可是在別人眼裡看起來 明明就已經在一起 那可是你們兩個心底知道 你們還沒有很認真的 確定過關係的時候 所以在那一刻 會有人跳出來 幫你們確定關係 整個場景的情況 比較像是提醒 或是說破 然後你們會藉由其他人的行為 跟動作 而進入了 確定關係的狀態 有點順水推走 順時而為 就確定關係這樣 但我從這邊看起來 我覺得從你們兩個 一開始認識的時候 對而言就已經算是在一起了 只是你們兩個需要 累積非常多生活的東西 來證明你們兩個 或累積起來證明你們兩個的感情 是穩定的 穩固的 是像愛情的 是像愛情的 好 別擔心 魔術失敗 在非常核心的位置出現了 表示 兩個在一起之後 想要顯化什麼樣子的愛情 你們都有能力 你們都有能力 基本上 雖然是非常不一樣的人 但你們的各方面的契合度非常高 你們會慢慢的調配出 屬於你們的愛情模樣 屬於你們的愛情模樣 甚至會有 意想不到的愛情狀況 但年歷度非常高 所以 只要相遇了 你們很快 應該說 只要相遇了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麻煩 沒有什麼 從這裡幫你看一下一些比較理性的 理性層面的來看待你們這份關係 那 這裡 從這裡 給的提醒 延伸到這裡 需要告訴你的是說 我剛剛是不是說你們會慢慢的把內心的東西講出來 然後 慢慢累積出彼此的安全感嗎 所以這裡必須要提醒的是 感性的東西要多發揮出來一點 要多表達出來一點 這是你們兩個人的算缺點 算弱點 也因為你們兩個比較感性 感情的東西表達的速度偏慢 所以也會讓你們兩個人的確定關係 這份關係的進展走向也偏慢 所以才會到了某個端點的時候 需要有其他人 需要有他人把它說破來點破 算是 就是感情上的表達 不夠強烈 或是不夠 強悍 或是不夠擅長 應該算是不夠擅長這樣子 那 你們不算是曖昧 我覺得這不算是曖昧 那到了某個時間點的時候 太陽牌就會發威了 太陽牌就會發威了 因為連能量上都不太等 不太等你們兩個確定關係 所以我在想說 這兩張牌的搭配 應該會到了某個時間點 就你們兩個的感情 應該會到了某種飽滿的時機點之後 那金幣6的這一個第三者 的說破跟幫你們確定關係 這個能量就會出現 但我必須說這個已經是到了 必須要確定關係 那之前 如果你們感情共好 或是在聊天的時候 會有一些峰迴路轉的狀況 突然確定關係也OK 好 那這兩組牌的好能量 就會變成是一種祝福 一種 好像有一種感情受到了考核 驗證了 這兩個人是適合在一起的 所以你就會得到他人的祝福 然後他人的一種 算是一種好能量的分享 好能量的分享給你們 那 從全帳五這邊 他必須要提醒的是 記得你們其實在很多方面 都沒有那麼契合 所以聊天 分享內在心情 真實的想法 是促進你們感情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為何在這裡要做這個提醒 因為你們都不擅長 這個 這組牌算是你們 不太內心的小聲音 是不大聲的人 也不多的人 你們喜歡具體眼前出現的那些東西 內在的小聲音不大聲 不太能影響你做任何事情的決定 也因此 也對策了剛前面所謂的 你們在情感上內心情感表達的 不夠擅長 也是因為這樣子 因為你們思考不太像是在 依賴著太多內在的小聲音 去思考事情 你們是理智的 用判斷的方式去思考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畢竟這組牌我覺得理智面偏大 所以這邊才要提醒 這兩章都有在說 內在 有一些疑問 有一些感受上的事情 不要自己解決 跟這個 不要自己去想通 要跟這個人互相分享 你們要彼此分享 要多聊這些情感面的東西 好 情緒上的 感受上的 東西要多聊 多分享 才能夠 就加快 整個節奏各方面是加快的 好 來我們再看一些其他的 看看有沒有什麼 身心靈或智慧面的東西 可以給出一些提醒 好 看一下喔 這邊又再講一次 記得啦 內在有任何的疑難雜症 情緒 記得都是偏情感上的喔 所謂偏情感上的 比如像是你看了一個電影 好 你很喜歡 但你要怎麼去述說 情感面的喜歡 而不是說 這個電影拍得很好啊 劇情好 不是這個部分 而是情感上面是如何打動你的 你在內心的時候 投射出什麼東西讓你喜歡這部電 這個是在你們兩個相處裡面 要多多分享的 要在這個情感上要多分享 兩張牌都做了一樣的 好 他在破解你們 在理性 過度理智 理的那個僵硬 他希望你拿出更多的水能量 更多的情感能量來做表達 即使在生活裡面 對任何生活的事情 你的喜怒哀樂不滿 也可以表達出來 你們兩個要多多的交換 跟接受彼此的情緒 雖然這裡講很特別 就是平常為什麼要 接受彼此的情緒 因為你們兩個身邊的朋友 也許很多人這樣 所以你知道怎麼去接受 你的朋友的情緒 可是你們兩個蠻類似的 對於情感的表達 內在表達 就沒有像其他那麼擅長 或者頻率高 那偏偏你們兩個又在一起 反而內心的情感 會越來越沒有被看到 越來越沒有被忽略 他怕的是後來真的有一個 非常激動的情感爆發之前的時候 結果兩個人都接不住 所以才要更多的情感的交換 更多的情感的交流 這個部分要多練習 這個部分要多練習 那這邊 其實這三張排卻 也算是一個提醒 如果不多練習 後面會有蠻多的誤解 情感上的判斷的錯誤 甚至會有一種心情上 就表達錯誤 或是觀察錯誤 所謂的表達錯誤 觀察錯誤就是說 你也許心情不好 可是你表達出來的 卻是另外一個樣子 他還會接受錯誤 還有你心情不好 你沒有表達出來 但對方也沒有能力去觀察到 或是觀察到了也不知所措 這就是因為你們內在 這個情感的資訊 交換不夠多 沒有辦法參照的東西不夠多 那這是這一組牌要提醒你們的 好 好 我們來翻一下時間點的問題 好 來幫你們看一個 從這裡來幫你看一下 就不是說直接看說 什麼時間點會遇到 沒有啦 這個我們就不看 我們直接來看說 在一年裡哪一個時間 對我們來講說 能量的氣候度會最更好 最接近會更好 連結的最好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還沒有遇到 可能會在那個時節 會遇到兩個連結的最好 那可能已經遇到了 那可能之後 每次到了那個時節 上的時候兩個人的感情都會非常好 或是可以去計劃模型 更好的旅遊啊 或什麼的 反正那個時候兩個人的能量 契合度都非常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是哪兩個 是什麼時間 好 來抽兩張來看 好 我們來看這裡是 好 基本上保健室來說應該就是 秋天的初期 秋天的初期 好 我們來看一下聖杯德華 呃 也是差不多是 十二十 嗯 很特別齁 今天這兩組牌都是差不多的時間齁 都是比較放在一種 夏季的正中 一直延伸到秋天的上半步 所以就這三個月的時間齁 就這段時間 如果還沒有遇到的朋友 可能會在這個時候會很接近 會認識到 那如果已經在一起了 或是已經認識了 可能以後相處的 所以是這個時節的時候 感情會最好 你會有更多的想法 反正就是感情會特別好 啦 它不算是一種碰撞或激烈太多 它就是這個感情 會非常好 每次感情要提升的時候 大概都在這個時間點 好 那就這樣選擇二號牌的朋友 你可以滿心期待一下 然後記得 剛剛前面說的 情感的表達 要多練習 要更 頻率要更高 不要羞愉表達 可以先從 喜歡的影片或什麼 然後去對一個 你喜歡的人表達 你對這些東西 喜歡的一個看法 而不要都只跟朋友 因為朋友 他不會給你一種 愛情上面的回憶 只有 你喜歡的人 或是已經在一起了 你多去用這個方法去表達 對方會 很潛移夢幻地 接受到你各種情緒的面向 之後 他卻能夠猜想到 你內在心裡 你心情不好的時候 他能夠立刻敏感到 他就會知道用什麼方法 來去安慰你 支持你 填補你 好 那就這樣喔 那謝謝你來聽喔 祝福你